嘿兄弟们我要来钓鱼咯 今天我们来到了丹江旁边的流山水库 刚到这里就遇到了一个骨灰级的钓友 钓铃30年 经过聊天得知 他在这里最高的记录一次钓了50多条青鱼 老板都对他刮目相看 所以他今天还是用螺丝钓青鱼 当地的村民说这里之前是一个青鱼库 后来青库之后青鱼就不是特别多的 但是这里的鲤鱼鱼鱼草鱼都很多 话不多说我们今天就坐在这个大师旁边 大叔是把家都搬到河边来了 非常向往这样的自由生活 别看我腿短 但是跑得可不慢 看看今天的环境 天气虽热 但是阻挡不了我对钓鱼的热爱 先吃一根6米6的手鲤鱼 现组3加2就可以 不飘直接用夜光飘 晚上就不用换了 打个窝再挂两颗玉米 这边两根8米1的长杆子抽频率钓草鱼 先把嫩玉米切碎 今天的玉米非常新鲜 再加一包6鱼的玉米底窝 混合新鲜玉米打频率 钓草鱼刚开始就是打频率 钓形成 照鱼层 水深三米多 我钓的一米五左右 就这样一直抽呀抽 打呀打 一个大黑飘 差点掉下去 是一条大草鱼 是一条大草鱼 只顾完长甘子 一步留神 6米6的甘子被鱼拖走了 没有挂失手绳 只顾完长甘子 一步留神 只顾着钓长甘 只顾着钓长甘 然后那个甘子被拖跑了 海杆拿 只好麻烦钓友帮忙用海杆打捞 忙活了半天 终于打捞上来 可惜鱼跑了 紫线切了 线切了 到了晚上 钓友的热情招待 这种录影感觉真的很好 差不多八点一个大黑飘 又上了一条鲤鱼 时间不早了 九点多了 该收干了 看看我们今天的鱼货吧 还不错吧 小草鱼就放生了 临走的时候给钓友送了一个西瓜 和一些饵料作为感谢 要收索的小笔 在一起吃 咱们做什么 。 尽管的小笔 和一刀 和一刀